另外怎样来关心南投仁爱台十四线 说过了图鲁湾部落150公尺左右的地方 出现了大面积的土石滑落 整个道路几乎都被覆盖了 连线给记者李银轩 银轩 好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一样为您在更新台四线上的路况消息 我们刚刚经过了图鲁湾部落 再走了150公尺左右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土石油的状态 滚滚泥水都一路一直滚到石油道路上来 流出来的这个累积的土石 大概有一个小山坡高 高度是超过200公分 这么高 而且你看到这些泥水是从山顶上流下来的 因为雨是不停的一直在下 泥水就一路流流流的流下来 流出了一道的痕迹 那这些土石不停滑下来之后 只能堆在路上 因此农业部也对这里发出了土石油警戒 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情形 主播